古希臘學者阿基米德 躺在一個澡盆裡面 他正在思考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是 誰 誰在講話 突然間阿基米德靈光一閃大喊 我找到了 原來這XX那麼簡單 原來黃金黃框 這麼容易就解決了 我只要利用福利 這個XX解決國王XX問題了 嗨 各位不可們 我是水風刀 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時刻呢 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大喊 我知道了 好好好 坐下坐下坐下 好 行啊 這種如夢初醒波雲堅銳的靈感 它冒出來的當下總是興奮不已 讓我們沉醉在那綿延的喜悅之中 不過這靈感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科學家發現當頓悟答案的當下 大腦右半球念夜區域會有大量的反應 科學家相信這些突然頓悟出來的靈感 就是在此處結合 現在讓我們進入到大腦的世界 無論我們在思考、學習還是發呆的時候 大腦都在不斷不斷的運作 你可能正在想著 昨天晚上吃過的漢堡 也可能正在學習明天要考試的數學 或是正在腦洞大開的想著跟A子約會的過程 你的大腦能自發現的運作原理很簡單 大腦在做的每件事 能記得的每件事 都是由許多腦神經細胞鏈接起來的 我們現在將一個記憶當作是一個神經元 假設你依次先記住了兩個單詞 藍色與天空 但是你並沒有記住藍天這個單詞 你也從來沒有看過藍色的天空 好現在你走到戶外看到了漂亮的藍天 感動的大喊 藍色 天空 對!這就是藍天啊! 嗯!你是第963852741位 發現這是藍天的呢? 是的!靈感就屬於一種直覺式的思考 從舊的知識、記憶中 誕生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 就好比寫一本小說 由原本的鋼肉之中 創造出深刻動人的劇情與對話 嗨! 嗨! 我就是大方裡出現的人 Great! 因此想要獲得靈感或是想要培養靈感的人 則需要從腦袋下手 第一個就是 廣泛的獲取知識 多閱讀、多涉略、有深度的知識 只要你能夠增加多樣性的記憶 就能夠更快的進行靈感反應 第二個就是 強烈的感情能夠激發大腦的創造力 不管是積極或是消極的感情 都能夠促使大腦激發靈感 第三個就是 冥想 冥想本身不能夠幫助你蹦出靈感 而是幫助在大腦要進行靈感爆發的那瞬間前 預留能量 第四個就是 蒐集靈感 靈感很容易稍中即逝 隨時利用一個筆記本 把你閃出的靈感記下來 之後再將靈感串連起來 第五個就是 跟隨靈感 當某個靈感產生 馬上的跟隨靈感走下去 例如靈光一閃 A加B等於C 那C加D會不會等於E呢? 不會是F OK 現在再考考大家一個問題 現在我手上的這台iPhone 請問它有多少公斤重呢? 我知道我知道 只要拿著它正在體重貼上面 然後扣掉我的體重 就是它的重量了 很不錯 我的話會直接問Siri 這台iPhone到底有多重 Siri 這台iPhone到底有多重? 所有你想知道的Apple產品資訊 都可以在Apple網站上找到 我以為你會跟我講 靈感不是憑空冒出來的 再怎麼腦洞大開的答案 都是從原本舊有的東西延伸出來 是從一個個紮實的知識 彼此交接而誕生的 若沒有平常培養出深厚的功底 是不可能產生出火花的 最後要用book們的問題便是 你都如何培養靈感的呢? 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今天約了嗎?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分享給身邊需要培養靈感的朋友 我是一直苦苦思索靈感的朋友 那就這樣啦 分享訂閱按讚留言 管制一播 拜拜 我他媽的終於知道了 我這個 原來只要他媽這麼簡單 還情還なら這麼簡單 我在假承他媽的福利 真的解救黃黃 這國王他媽的問題了 我太聰明了 革命